你為什麼會願意成為這一次國產疫苗的受試者 你為什麼你為什麼願意呢 聽說除你之外 這一次在高端的第二階段人體實驗當中 3700名的一個徵求者裡頭 哇很多人越越欲試 這個背後傳達出什麼訊息 包括你自己的考量是什麼呢 來市主任 其實我並不是英雄也沒有想要當英雄 其實我只是很單純的覺得說 應該支持台灣的疫苗的產業 因為我們的確是比別人發展的慢 所以說當初的確是有點擔心說收案的人數不夠 那當然其實另外一方面從科學上來看的話 我們的疫苗跟Madonna的其實是同款的 只是他們的是Messenger RNA 我們的是蛋白質 所以他們的現在的效果是不錯 那我們國產的疫苗這個應該也是會效果不錯 所以說我覺得應該大家應該同心協力啦 因為疫苗有點像是一個國安的問題 那如果當外面的疫苗不夠的時候 不能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自己要做得起來 那我覺得這一二十年來台灣的生技產業慢慢起來了 那我們的聲音方面的研究的能量也是夠的 我們的人才應該是可以做到 只是我們沒有這一些說真的把疫苗生產出來的經驗 在過去的時候像常病毒的疫苗就發展的真的是太慢了 那這一次COVID-19我覺得大家也沒有辦法了 我們就一定要加速 所以說我覺得也蠻高興說這麼多人這麼支持 那當然是第一期的結果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啊 為什麼以色列的施打的普遍率會這麼快 以色列昨天宣布他們要重新開放了 包括了澳洲總理Morrison他在親自在讓他的 透過LIFE去施打的過程當中就說 哎呀這個你們趕快來接種啦 澳洲即將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我就在想台灣真的好幸福呢 我們我們過去一年來說真的還是正常上班上 我們過的就是正常的生活啊 所以我想請教以色列 他的一個施打的普遍率會這麼高 以至於在昨天他們宣布 他們要重新對外開放 關鍵在哪裡呢 施主任 我覺得以色列呢 他們其實是很早就佈局了 那他在世界很多重要的疫苗廠裡面 都很多是以色列的科學家 其實台灣的科學家也不少 這個我們可以思考一下說 我們下次可以這樣快一點 所以說他們很知道說 各大疫苗廠進展的一個程度 所以說他們去的確是比較強 先去下了病單 所以說在以色列現在是拿到很多很多的疫苗 所以大家都可以打 那只要連那個Tourist進去都可以免費施打 所以是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他們的施打率就會很高 所以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有疫苗 他們有足夠的疫苗 那大家也除了一些那種宗教信仰之外的人 其實其他的一般民眾施打的意願都很高 因為這很明顯的就是要終結這個全球的大疫情的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就是要施打疫苗 那實際上我覺得我們應該下次應該是可以更 跟很多疫苗廠更同步一點 然後盡早訂下單 對 你所瞭解國產的這三家公司包括高端率先宣布第二階段人體實驗 徵求三千七百名的一個受試者 北疫的部分過年聽說不眠不休 就是為了這個 等一下這個無醫師會告訴我們 那包括聯誼包括國光這些 這三家比較關鍵性的國產疫苗最新進度 主任可以幫我們描述一下嗎 高端是因為季轉於美國的NIH 那我剛剛有講過它跟MADANA是同行的 所以說進展的是比較順利一點 那國光的話應該也是說 也知道說為什麼會比較沒有效的原因 所以正在修正中 我覺得也是要繼續的支持跟鼓勵 那聯誼其實是也就是剛好是這兩家中間 就是說有效但是效果稍微差一點 所以也是在修飾當中 那我覺得我們國內有多家疫苗場是好的 而且就是說我們將來就是做得好的話 我們也可以創出臺灣的品牌 那外銷到其他的國家 所以是多多益善 不是不是只有一家就夠了 是陳時中已經宣布已經預約採購 應該預約採購國光已經認為 這一代可能趕不及他要進入第二代的 疫苗一個努力 那麼聯亞跟高端的部分 各採購五百萬劑 而且未來可能五百萬劑之外 還可能會加碼各五百萬劑 正是陳時中特別解釋說 未來為什麼四千五百萬劑的原因 非常謝謝施主任